哎呀我这个大傻子的这个人设 就立住了 绝对败不回来了 一个三十岁的人 带着两个 弟弟妹妹本来说要打干一场 最后让一群人给干了 确实有一些些心酸 你反转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感觉 脚都麻了 一下出了好多汗 我说就像做梦人吗 就哎 这么晚了怎么我们赢了 我们开心他们输了 他们也开心 会什么问题呢 就全体这个在台上欢呼的时候 他撒那种表情最尴尬 看的咋的呢 干啥呢他们蒙了 啥 说我们赢的时候就我这个 我们三个人的眼睛里没有其他人 只有彼此 真的 你知道吗 他们赢那会还没有最后揭秘的 他们在前面欢呼的时候 孙姨爸还说 太棒了 一点也没看出来了你们 你看 一定都没看出来 也没听到 我以为真在这表扬我 你们三个人在小吴里边一起说 我们一定会赢 那个小吴就会说 我们说的是他们一定会赢 就我当初刚说到说让我当卧底的时候 我心态真的很崩 然后我是抱着一种就是输定了的心态来的 但是我们还是有在尽量努力 结果我完着我发现我们的赢面挺大 所以我的那个心情是从本来觉得输定了 一点点累积到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我进不过了 我觉得还能赢 然后我又看大家一直夸弟弟说 弟弟今天状态很好 然后依珊哥也是没有人怀疑他 所以我的那个期待值已经就是长到了这儿 你知道吗 当上代理孙长的时候呢 心里的心里 我都惊呆了 我都不敢看这期节目最后 就是在讲那个嘴巴的事情 那个嘴巴都那样了 大家居然说不是你 我就受不了了 就在说大家是怎么了 眼睛怎么了 丹姐眼睛 对 那我就怕丹姐问我嘛 我就开始装的很快 然后我就在那儿这样玩我的皮静 你问我丹姐的招 把丹姐的招学起来了 但是呢我只有真没忍住 我的嘴角一直在抽出 现在我们真的要赢了 确实是真快乐 我现在发现我真的不是三十岁 他说他这个他们俩的状态 我居然跟他们俩的状态一样 我最后我要赢的时候 我很兴奋 然后我就在这儿坐着 想笑但不能笑出来 就还没有宣布他赢 或者怎么的 他已经就在那儿 我觉得我特兴奋 你知道吧 没注意弟弟吧 弟弟有的时候就突然间笑出来满满上 明明都挂相了 我们硬说看不到 只要我们选他仨 弟弟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站在那个灯旁边的时候 我就这样往后靠了一下 因为我这么往后靠 可以看到他俩 然后我就看一山哥就是那种 想看我不敢看 然后我就跟耀文对了眼 然后我们俩看到彼此 马上头转开 觉得说 我们再笑一招了 就是胜利的起源 嘴角都已经知道 脸的眼睛了 所以我看了 他没臉 马上的生日 他没臉 他没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